由台北市文化局举办的原创接地节已迈入第六年 在12月1日至12月10日于松山文创园区展开 今年以尤岛为主题邀请大家穿越一趟自然与人的旅程 体认气候变迁与万物生息的唯妙平衡 开幕记者会邀请到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杨淑林副执行长 松山文创园区执行总监周立敏 好家在台湾策展人林佑任 与现场多位余会贵宾共同为本届原创基地节节目 在五号仓库展区以取之于私 用之于私为主题的展览共有五个 其中植物计划的植物官能发展机 以科技的角度观看植物 而林全居带领人们重回生命的源头 踏入倒汗布满空间 与母土共生共息 艺术家谢信翰以油水投影结合 手叠空灵的音乐特质 感受阳光 空气 水等生命要素的相互流动 艺术家庄志伟与花艺师林哲伟合作 转声数2.0 试图以跨领域方式 以嫁接为题 展现枝崖上丰收的美丽与时光流转 而在旅程为主题的展览中 吴耿珍与台南岩份地带20位妇女 以剪指这个民间之异迹 录着地方文化与生活 呈现台湾这座丰沛之岛的山海市井 另外鱼生是由年轻友朝气的团队 带着镜头踏遍台湾的鱼箱 而鱼人们遥远的吆喝声 藏着鱼海共生的秘密 台湾艺竹协会的餐桌繁殖计划 便是希望唤起人们运用手遮灵巧的自然体质 而米通信以实力为题 透过祭父遗迹轮回的作物生命 邀请朋友品尝收获的滋味 而在味觉记忆的展览中 生活艺术家米丽以时间为轴线 带出风干和烟漬的味蕾记忆 邀请人们进入味觉杂货店 体会世代对于风涂水的学习累积 交织成人们对味道的思念 今年的好家在台湾 以山、珍、海、味为题 于北向制烟工厂内 搭起一间间白色小屋 注入满满的创意与人情 还有其他富有创意的手作课程 及即章活动 像是松烟小麦所的手作教学课程 以及意义空间的 2017 Idea Taipei创意工作营的成果展 最后还有位于四号仓库 与文创大街的合作新世界 与松烟PopGallery的跨界伙伴合作 邀请民众跟着地图漫游园区 中时电子报专题报导